郭票凡議員 特首,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的責任 香港亦只有社會安寧和有安全的環境才可以謀發展 所以我也十分支持特首落實盡快就23條 打擊假新聞、保障網絡和數據安全立法 我希望我之前提出的改革法援制度 徹底解決假難民的問題和打擊欺凌的問題都會見到成果 特首,我今天想向你提出的 就是怎樣可以讓我們的執法人員有尊嚴和有效去執法 近年來我們看到警務人員很多時候在工作的時候被辱罵 在網上亦都經常被侮辱 就連最近因公英勇殉職的警員和受傷的警務人員都被冷血地侮辱 這些言行是有損警務人員的尊嚴和權威 亦都增加了他們執法的難度 我過去一直都提倡政府應該參考其他先進的地方 包括法國、比利時、荷蘭、新加坡、澳門 他們都有制定這個侮辱罪 禁止侮辱他人的行為 而對侮辱公職人員就是私家較重的刑罰 特首會不會出盡壓力去推動 請上官 多謝郭議員的提議 事實上我本人都覺得我們要認真研究這個課題 但未寫入這個施政報告或者40個項目 就是我們研究這個範圍應該有多廣泛 是否真的局限在公職人員 如果是那個牽頭局長 就應該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因為不應該只是紀律部隊 我們有很多食環署的督察都在前線都會被侮辱 我們地政勇署很多去收地的 根本就被人肢體都會有衝突 所以我們還在這個階段研究中 因為我最近留意到新加坡又走前一步了 他最近立了條條例 就是私人的保安員都是保護他們的 不可以被人欺凌他或者什麼 所以你給點時間我們研究一下這個範圍 應該是有幾闊 然後我們再或者在下一屆立法會 和立法會匯報一下 我們再跟進有關工作 郭培凡議 特首,其實我們立法會 在16年以來最少七次討論了這個議題 我每次開公務員事務局 和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我基本上都有提出這個問題 我最近也請立法會秘書處的研究部 也做了這份法國和新加坡禁止 警務域執行中公職人員法例的一個研究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給了很多時間 昨天你讀完這個先證報告之後 馬上都有些警務人員 就跟我說 就是說一天沒有這條法例 他們都覺得不夠有尊嚴 和也都不安心 所以我都很希望特首去盡快去做 每一次都是兩邊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 還是保安局都已經講了很久 我都希望特首可以盡快有個清晰的指示 我都覺得其實相向的好像澳門那樣的相向的侮辱罪 都可以值得考慮 但如果是侮辱公職人員的話 可能就罪加一等 請長官 好 我們加快這方面的工作 不過容許我講一句 最終法例都是一個手段 社會最好的境況就是自覺 我們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自覺尊重法治的社會 自覺尊重別人 所以你要留意在聖報告裡面 有關教育的部分 我自己特別加強了一段 就是家長教育 其實我們這一代的人父母 都沒有受過高深教育 但他們都懂得教兒子 教兒子要守規矩 要有禮貌 扶持指教 兄弟相親 鄰居要和睦 所以我覺得教育是很重要的 而且教育不只是學校的責任 家長有責任 社會有責任 傳媒有責任 所以一方面我們會按著 郭議員的提議 認真再跨局研究 或者政務司司長看看 跨局去研究這個議題 但另一方面 社會一定要回到一個 比較理性良性 讓事情可以自覺 知道什麼應該做 什麼不應該做的情況 多謝 開始 各個 開始 邀請 直播